我們來看一下尊點位,地圖還到了暮色之塔,尊敬地圖切過去啊 上方藍色的人數選手就是來自於三星戰隊的真實大技 而入場地圖下方紅色的人數選手就是來自於CJ戰隊的邦尼 看8000戰隊怎麼打,這農民出去有點早啊,難道野兵營? 你先說著我跟村長說點事 這個農民出去給我感覺,難道這個地方要下第2個兵營嗎? 上來就開始拼一槍了,然後再出去第3個農民,3兵營,一波,死神一波嗎? 那麼狠? 這太狠了,這太狠了 我覺得雙兵營其實就可以了,不用3兵營 我看他這個毒法應該是這個雙兵營的一個死神 正面出槍兵,家裡面那個外面出死神 這個打法是什麼意思呢? 先出兩個槍兵來抓你那個的,你知道嗎?來抓你那個死神的 什麼? 野的,這是野什麼? 科技掛鍵是什麼意思啊? 野雷神?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現在沒有那麼斜的戰術 什麼被偵察到了呀? 野光頭野光頭 這被偵察到了呀?野個毛光頭 我靠,真是他的這個都能找到 他覺得有點不對吧 那在狗毛啊 這門口一個地堡一點機會都沒有啊 光頭看看能不能先 沒用啊光頭,他用一個農民來吸引到很多的那個 兩槍兵走下來,拼一槍 哎沒駕到,但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這個進去已經沒用了 對,你穩一點就拖拖農民 都可以守 這兩個兵已經,關鍵光頭也殘血了,沒什麼用 他的戰術我沒看懂啊,真的沒看懂 嗯 他本來是想配合在家裡面那波 就家裡面那波槍兵啊,配合光頭一起打一打 把你進去搞傷了 對 這沒用了,這個 你繞進去,你繞的越多死的越多啊 繞出去吧,再 原路返回 原路返回,你覺得你能返回的了? 走了呀,走了呀 留一個,留一個,還行啦 你如果在裡面全都要留下來 那這樣真是他得上來還是占的不少便宜啊 嗯 邦尼只能在家裡面守 邦尼這個選手也 其實邦尼這個選手剛出道的時候啊 就剛出場的時候,其實他的實力跟那個肉哥差不多 他們兩個經常那個C階打經夜的時候 跟肉哥A的有來有回的 然後後面,就不在一個檔次了 好,這是阿滴,投火車,機槍,先散一圈 看這四個火車投在哪裡啊 嗯 證明還可以用機槍名去壓一下 這火車進去還是應該能殺到不知道的東西 三框都點下去了,真是他地打得非常好 他...有優勢他就壓著你 對,他這個...這個給我感覺就是很能獨解現在整個局勢 是怎麼樣的 誒誒誒誒誒不走了不走了,他不走了他不走了 他直接強殺農民 脫農民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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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emiddick essas火車的火車有點猛 操作有點好... 刚才从那么多的枪兵和光头这边找到了一条深路啊 过去还杀了点东西 多十个农民了已经 帮你三基地已经好了 这三基地有点拼 但那个真实大的三基地也已经好了 无所谓的 压制 这个压制那不直接被解放者打爆 家里面 他就没想到对方会接一个解放者 我卡了 好了好了 下围条卡了一点点 这个位置有点好呀 是下的打了到坦克 收一拳收一拳收一拳 家里面解放者呢 回去了吧 回去了吧 这个兵压在门口也没什么意义啊 不是这个解放者呢 家里面那个 从下面走 在主框里面 主框切进去 哎我怎么又卡了 我也卡了 不要急 好了好了 我们一起卡的 这样子 嗯 这样的话又影响了一下经济 继续架啊 有什么架什么就好了 再抽两团兵 哦哟哟这个节奏 节奏已经提起来了 这个解放者架的 反正我就架在这个位置嘛 你抓好了 我能打多少打多少 卡一下视野 卡一下视野漂亮 关键是把你的兵全部吸引走了 对这两团兵投下来就凶了 托农民第一时间要守 但是也来不及啊有点 还有两个坦克哦 两个坦克一架就怎么办 这怎么办 好这边很快无疆了 虽然反投一波 但是 这波没威力啊 反投杀几个农民嘛 有什么用吗 没威力没威力没威力 真是他处理太好 太容易处理了这个地方 哦又被打到了这个坦克 完了 还被摔两个围机 只能拖农民抢手了 还又被秒坦克吗 又被秒了一个坦克好像 还死了16个农民 这还打个蛋呢 帮你已经没什么机会了 真是大地这两传兵投下去 真的是 好了可以打 我们可以看A4战 你来预测一下A4战上谁啊 我们一起 我们一人预测一个 CJ是小Hero CJ小Hero吗 确定 嗯 嗯 那那个三星呢 三星 我想想啊 说了 说了 我想想看啊 CJ好像也只有小Hero能上 CJ还真只有小Hero能上 不会上真是大地点 你相信我绝对不会上真是大地点在A4战 CJ有70%的概率是上小Hero 对不对吗 嗯 你上真是大地点去打TVP呢 不稳的呀 还不如上SOLA SOLA ZVP那么猛 我要是司令 运筹为我 那当然是上 上那个SOLA了 对不对 再说了SOLA对司令不近 你妈输了之后让她背锅 这种的都是用不来 这种公信技都用不来 你怎么当主教练 怎么在三星 这么复杂的大集团里面 生存下去 CG不是小黑友 就是病 对啊 也就是这两个上 你就上SOLA呀 这个只要上SOLA 是一个不亏的一个局面 SOLA上次跑去采访说 希望大家把注意力 集中在我身上 不要老是提宋炳俊三手 你妈这种奇心可诸 一看就像反的这种选手 你妈的这个时候 不把他推入火坑 什么时候把他推入火坑 妈的关键是 你万一把他推出去之后 他赢了之后 就不是火坑 妈的赢的是应该的好不好 打CG状态那么差的 对你都赢不了 你不要说 我跟你预测有点出入 那你说是谁 CG 虽然我觉得上小黑友的 可能性也很大 但是妈的总要 我们两个总要预测 有点不一样 对不对才好玩 那你说嘛 CG应该上病 然后呢 三星呢 三星 我实在想不到 有什么好的人可以上 也就只有SOLA 其实是最好的选择 是的呀 但是炮哥 我感觉炮哥也就可能 不可能让炮哥的呀 炮哥这种忠义之士 妈的 最关键的时刻 他拿下了最关键的一分 司令怎么可能 接这个球上 卖他上去背锅 跟你说了呀 赢了 SOLA只要赢了 就是司令神迹妙算 果断站出来 我叫总教练 宋宾云三寿 神迹妙算 只有在我的带领下 三星战队才能够 连战连胜 你输了妈的说了 你他妈这种都打不赢 清本的话也不太可能 也不太可能 好了要交战了 要交战了 就这波了 哦先下来 追着打 没有没有 他抽了两船兵到屁股后面 什么情况 邦尼什么 人口现在已经开始慢慢 慢慢抽了两船兵到屁股后面的呀 妈的这个是 且战且退好吗 两船兵怎么解决呢 他抽了两船兵在屁股后面的 真实大帝多40人口 一个多线帮尼直接就崩了 哦两线 真实大帝都算好了这里 好了正面给你打一波来嘛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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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这这这结束了 结束了呀 这结束了 真实大帝在这种局面是不可能犯失误的 他知道帮尼只能反扑一波了 然后他就抽两船兵出去 帮尼已经完全没反应了 九死一身也没用啊 嗯 兵太少了 没用没用 他坦克架的位置也好 守住了 A死战啦 开局其实就已经A死战了 本来真是大帝实力就比他强 对不对吗 清本 清本该输了 他对于Snowker来说 我是Snowker 我绝对会想觉得对手 很有可能像小Hero的 再去打赏PVP 清本有机会有可能有可能 清本上的话就证明他的PVP 他是有有把握才会上的 对 反正在他这边就两个 要么就PVP 要么就PVPZ 没有第三个对抗的 我们来看到底上谁 我告诉你 宋炳俊三所 心思之缜密 这种混大集团的三星是韩国第一大集团 宋炳俊三所要想在三星战队 从一个小小的教练一步一步往上爬 爬到社长这个位置 他必须要 社长 别人叫什么CEO 别人叫社长 要爬到社长这个位置 必须要经历九九八十一奈 要有各种星期 司令如果连这种星期都没有 他怎么爬到社长 不不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好不好 你不要慌 看着他只要上Sola 他就有当社长的潜力 只有Sola 我觉得Sola是最有可能的 对啊 司令只要上Sola 然后清本也是有可能的 炮哥不可能 炮哥因为是绝对打不过小黑肉的 所以炮哥不可能上 上清本的话就只能是 司令就只能去服兵役了 没什么机会了 如果我那个我是Selin的话 我就默认CJ上小黑肉 没有没有其他想法 那就是Sola了 没有想没有其他的 只有这么想了呀 看看上谁啊 CJ应该是小黑肉 要分析都已经分析过了 就这么回事了 如果再不对我们也没办法 Ace 咦 怎么有点卡呀 我感觉 嗯 是有点卡 快点呀 大哥 看看到底是谁 我靠小黑肉对清本 哈果然是清本 哎呀 司令算了算了 服兵役了 绝对是清本对他的PVP有自信 他跑过去肯定是 主动倾站 算了算了 司令你就当总司令吧 退役吧退役吧 赶紧去服兵役吧 没钱 当不了社长了呀 当不了社长当不了社长 好了好了我们等着等着最后 Ace站了